是300 也就是说 规定350 市府做300 开挖率45% 市府自己做到37.38 建并35 市府自己做到30.9 同时还有永春并的公园 同时容积下降 同时在这个案子 绿建筑公共工程 要求是银级的标章 在这个案子 市府把要求提高到黄金级 今天的时间 赞予大家谢谢 主席 各位省察委员 接下来来针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去问了十个主题 来重点是跟各位报告 但首先 意见的部分的价值 相当的说明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 深入开挖刑事 跟建立的部分 来跟各位报告 当然前面也提到 各个方案变更 目前 0300 分身的建筑率率 跟这个容积率 跟1520户的公载 那整个计划区里面 目前我们同时计划 以及选择公共服务特定 正确 而且是一种基地 那我们容积率 刚才也报告过 我们是重变比法定还更低的 3分分身的容积率 那我们这个容积呢 除了室内空间之外 还包含了公共安全 保障 选择必要的这个空间 这也都放到我们的容积率里面 所以我们从106年5月 我们同时计划系统计划 是公告施行之后的这个空间 是一个提供 父母的公共服务的 机能 还有公共开放公共停车的 这样一个空间 通知我们的公宅 是指出不受 是具体的公司 我们的具处正义 那一方面地质安全的部分 还也提到我们 针对地域里面 我们做的这个50到100公尺的地质专盘 公司呢 我们在20公尺里面 大概是属于公布的颠统层 那25公尺 大概是一个颠盘 那35公尺以下才是 那另外呢 整个进化区域里面 我们的145千年前 其实就已经没有 相关的地质专盘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 非常不转型的地域 那地质专盘 也把这个台北转成 第15个转盘 那过去我们地质专盘 跟试验本期的结果 经过我们的审查之后 因为我们进化区 所以20公尺之间是颠盘层 例如是寒水的吸双盘层 所以没有异化的问题 不时呢 这个地区也没有 断层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 所以我这三十公尺以下 才有这个颠盘层 因此呢 我们进化区里面呢 未来的工程的部分 建筑会 用集装跟联系的方式 我们处在这个颠盘上面 那同时呢 我们结构化区域 也要取得 那些小小小之后 才能够失控的 所以这个安全上 结局要考虑 那过去呢 说明的部分呢 不管是市长 还是局长 也都对民众 有种类似的说明 但方向计划的这个议题里面呢 对各种的可能灾害的进行的演化 包括呢 广众外型工程车的部分呢 我们依照各类的 常做消化安全社会 设置的标准 来设置 那里面的内装呢 也要向我们相关的奈来的转气 所以呢 我们的消防 在八里 二十米的一个消防 这个运作空间 然后市民它的 一个通行道路 以及五分 在以下的路道 这个部分 在基本距离里面 都依照这个规定的设置 那同时在 正载工载的部分呢 我们也考虑到 建筑的耐工 我們耐震的這個部分的違反的順滯 同時結構為止要取得耐震教掌 所以我們的不管是正在 我們在安全的時候有用 再來排鋒的部分 我們會把地上市的開口 跟訴訟的部分的高問題 高通事業增加主持官方的房間雜門 通事業路過相關委員管理的一個文化 來進行提供這個文化 那我們相關的一些動線 請各位我們可以參閱 所以到我們的經濟區裡面的深套處理 或者是老闆基材 這一部分的第三者都很像 都是我們對付大媒體的平台 這個部分可以作為 這個協作不變成的一個平台的一個平台 過去也提到說 我們計畫區裡面有一個部分 我們有沿水的部分 大概十一里道路這個部分 大概十一里道路這個部分 綠底這個部分會有積水的情況 所以我們未來的做法 就是在二十里道路兩側 我們增加海水的出口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解決 我們這部分的海水問題 那計畫區裡面呢 計畫區裡面的大概高層 比外面的道路是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 把區裡面的數學 能夠得到良好的保護 所以我們計畫區市場 無障礙坡道流的寫過設置 以及接地的方式來銜接計畫區 跟周圍道路的高層落倉 那在生態規劃的部分 我們計畫區裡面剛才也提到 從中強公園 有村平設計公園 四周山透過計畫基地 然後連接到山頭補山整個山系 讓我們達到這個生態跳樓的一個功能 增加生物系列的空間 那同時我們計畫區裡面 未來補植的 直升以後 以原色的物種來補植 那我們計畫區中間 有個二十里的海岸的一個地帶 這個部分最小就顯接到 四周山整個生態系列的一個連接 連接之後呢 我們除了二十里 旁邊還有十五里 另外北側六十里 然後南側這個行政中心 本來是南北向 我們改成多西向之後 讓我們多西向的一個 深入通道的 暢通性更好 另外我們計畫區 北側跟南側的 這個擴大律庭的大方案 我們並不是當作律庭 我們當作律庭的方式 來做規劃 所以裡面辦案的老闆 相關的一個設施 文童遊具的設施等等 這個我們都會把他家裡設置 另外呢 我們計畫區連出 幼鳥幼蝶蝕草 香草棕的植物 增加種植 達到方向調好的一個功能 那計畫區裡面多到 街道的焦距 還有圖面的設計 可以來引導這些人員 能夠進到 親近我們的這些 六人物園的設施 那另外 樹木保護計畫裡面呢 這個樹保的部分 這個我們依照 需要保護的樹木呢 我們一致定值到 我們的計畫範圍裡面 那至於說 原地保護的樹木 當然不管樹幹和樹幹的保護 都會先做法會在施工 那另外呢 我們備速往後 需要的地址的部分 躲遞到工程處的SOP 標準來處理 這個部分 按照程序來辦 那至於 運輸交通的部分 是計畫區裡面 計畫區裡面呢 前面提到 我們的五棟建築 這建築的地下是呢 因為 如果很多的出入口 往往會造成離路 或者是安全上的一個考慮 所以我們希望 把這個部分多單純化 同時呢 減少我們地下室的開挖 以及地條樹權保護的量更多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達到一個 一洞 一個地下室的方式來設置 同時我們增加324個 這些車的停車位 都在工程 大體的一個樹木附近來設置 它這些水溫水質的部分呢 讓我們地表浸流的部分 透過蓄子框架的方式來設置 這個部分呢 我們除了 暴雨長度分析 還有 這包水設計等等相當的規範 我們設置量 都遠大於這兩個部分的量 能達到良好的 自動的包水的物體 同時我們在路面 也設置了 雨水水箱的收集 作為交換的使用 至於說 污水的部分 我們是用水的 就是本身來估計 但是我們的 排水設施的容積 我們會用 建築污水處理設施 設計規範 這部分的設計 所以設施的量 會比我們實際的污水量大 然後日後呢 會避到 溝溝或者消災裡面 來處理 在施工過程裡面 只能因應的部分 我們只要施工過程 裡面會產生的 大概施工過程 或土王運輸 這部分會有一些影響 那同時民眾呢 也擔心了 施工過程裡面的綠地 所以我們在北側跟南側呢 會先有足夠的綠地 讓民眾可以活動 在施工過程裡面呢 建築物還沒有蓋 已經先有綠地 然後再來蓋建築物 那施工過程裡面 我撤銷的周邊的停車呢 我們在計畫區的北側 也會設置 比原來停車 有更多的停車空間 那這些訂賬物的部分呢 我們透過洗腦間的部分 我們來理解 原來規範所算出來 我們大概需要洗腦間 是1452公司 我實際上會執行 2740公尺的一個洗腦間 另外呢 主要的 我們相關房子說的事情 照理一間公司 空氣溫暖房子 設施的管理辦法 裡面的設置 那裡面很重要 像2.4里的綠地氣 那我們會做到商品 這樣對防塵 跟防塵的部分呢 都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同時我們的財務車呢 你會使用 把這個 那個綠地氣的方式呢 來減少 避兜的財務方法 那最後 有關於周邊公務設施服務的 影響裡面呢 我們 一路人鼓掌施的 屋排水的交易 職權等等 其實 已經沒有超過 我們地區的負荷 但我們這間的負荷設施呢 是遠大於 我們進化區的負荷 那個 沒關係 時間到了 那我想 我們都有書面一見 我們就 大家就照顧 謝謝 主席 我30秒 做兩個補充 第一個 這個容積314怎麼變成300 品質完全一樣 是我們把六棟住台大樓 各降了一層 就少了六層樓的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除了中山大學王老師之外 我們文化局的林視察 以及公務局公園處的 曹副處長 都備詢 這是保護處 跟被保護處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 我們希望 大家 等一下發言 說也是盡量的 尊重時間 那接著 我們今天有 十位一中 十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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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